前几年的一部缝纫机乐队,激起了很多人想要完成却没能够论实的音乐梦想,也可能因为这部电影,将更多刚刚走在音乐路上的人找到了希望。 很多人看这部电影都是抱着找寻梦想的心,可能对这剧中的演员就没有过多探究了。 如果你细心看过这部影片的话,就能发现除了那扎这样美丽的女演员之外,在这剧中还有一位体型看似有点烫,诞生也就像极乐林芷林的女演员,那么就是饰演笑甜甜的那位了。 但其实,在剧中的声音是林芷林所配的,现实生活中这位演员的声音,就是普通的东北女人。 不过,她的精力去到救了她这一生都不可能苦通了,因为,她也算得上是一个猛女郎,只是最胖的一位而已。 原本她是一个瓦工,若不是遇到了吴曾华老师,很可能她这一生都在工厂里默默的打工,那么就是总立办。 她和吴老师立派集合,选择到北京去闯荡一下,开棋鼠。 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生,那时她身上只有六千元,全部都带了过去,甚至还参加到了中央歌舞团中。 在那里,总共带了一年半的时间,先后尝试过歌唱以及表演小品,但她都没能够出名,甚至是连回家的打车费都掏不出来。 就在她想要回到家乡,再次从事工厂工作时,又遇到了赵本山,并且参加了现实活到这部电影,原本以为电影播放完之后,她就可以活起来。 可还是很多人都不认识她,不过索性,她又参加了另外一部电影的拍摄,那么就是活着。 这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,董立爸在这部作品里完全没有台词,但是她的表演出色,不仅是让观众注意到了她,就连张艺谋导演也非常的看好她。 可这个时候,她的父亲生病,没有办法的懂立爸,就只能够选择回家照顾父亲,只要离开就是三年。 等她再回到北京的时候,早就已经没人。